今天記者在社子島開發案的說明會現場 訪問到我們的促進會的理事長 楊先生 他想來談一談 為什麼要贊成這次社子島的居民促進會的整個環境的提升 所以他是站在贊成的這個方面 所以我們也請我們的楊理事長 來跟我們談一談 他這一些的想法 謝謝各位 因為社子島進見很久 大家也都很清楚 裡面生活環境 包括工廠林立 維健林立 然後公共設施不足 然後已經包括居民的身體健康都亮起紅燈 那另外有人談到說蔬菜的種植 那個熱打效應 其實這裡單看五百間工廠沒有違章的工廠的空氣污染跟水的污染 你就會感覺說社子島已經失控了 那失控怎麼辦呢 就趕快要一個改變 這樣對居民來講比較公平一點 所以改變社子島也就是開發社子島 是必須要走的這條路 但是走這條路啊 有一些個人的立場 全力上 因為全力都很複雜 所以每個人的想法 跟他分到的比例 都會不一樣 所以就會發生說 有自救會啦 促進會的產生 那剛剛 我也在私底下 跟富州里的里長 陳慧民先生 包括他也透過陳慈惠一些議員 還有謝文嘉里長 我們是想說 我們都是社子島的人 將來社子島的好壞 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 我們想 大家團結合作 代替大家來對抗 因為大家的條件 有差到哪裡 我們私底下大家來協商 來爭取 希望將來社子島 是一個比較適合居住 又比較適合有好經濟 又比較有適合環境 公共設施 包括適合的教育 因為現在學校也知道 學生都跑光了 那人也跑光了 那你看反對立場的人 其實他那邊都是老的 年輕人根本不住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不住在這裡 這環境不行 所以改變社子島 開花社子島 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 提升社子島的居住環境 還有一個教育的部分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犧牲 就是用七段徵收來處理 因為七段徵收是一種公平的分配 這是有防媒體的 我家不住的人 要本的房 有的一戶 有的甚至於兩三戶 當然要買 可是他是以成本來賣給我們 應該是還可以考慮 跟年輕人商量一下 還是留一間還留兩間 那還是要達到一個共同的共識啊 對 所以我希望 我們這次會以後 我們地方的一些會 包括里長 包括議員 我們歡迎 我們大家都來為我們地方打拚 是 一起坐下來 好好的探討 其實也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因為你光說為了反對而反對 那永遠這個社子島的開發案 可能就會主在那裡了 那對於未來的開發 或我們下一代的發展 沒有覺得更好 我覺得如果這個地方有開發 透過我們的監督 因為我們也到周美去 吸取經驗 向那個蘇理長吸取經驗 他也很熱誠 請了好多林長 來幫助我們了解 他當時徵收 還有這個 蓋這個安置仔 陳租仔的狀況 讓我們日後 在蓋這個安置仔的時候 有更好的品質 就是有一個借鏡就對了 是的 謝謝 我們以上感謝 楊先生 楊理事長對我們的採訪 以上記者 民權時報記者 在現場採訪報導